你好 欢迎收看1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海巡署筹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 持续打造新一代海上执法舰队 其中35吨级的巡防艇预计要建造52艘 有9艘是配集给花莲队的359离艇 18号上午抵达了花莲港 高续航力铝合机防撞强化 以及超过60公尺射程的灭火水炮 将展现强势执法驱离违法的决心 也成为花莲海上巡气及防疫工作的胜利军 造价近9000万元的海巡新造35吨级3590巡防艇 18日航抵花莲港 花莲海巡队特地举办3590艇兴建成军典礼 欢迎加入花莲海巡队海上巡气防疫工作 高续航力铝合机防撞强化 以及超过60公尺射程的灭火水炮 将展现强势执法驱离违法的决心 提升花莲海域巡防及执法能量 它的功能最大的特点是 它全身是铝额金打造 它有两具水推的引擎 所以它比以往的车业引擎更灵活 速度更快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45节 80公里左右 在救生救难以及在我们治安执法上面 能量更强 另外我们这艘船也加强了 其他的一些海域执法的一些能量 例如拖带以及海洋污染防制的能量 目前我们队上有两艘旧型的100吨 然后一艘50吨 然后一艘35吨 及三艘20吨 那总共有这些船 那以后会简化成三种类型 就是100吨 35吨 还有多功能循返艇 那在115年的时候 我们队上会有四艘的35吨 三艘的100吨 还有两艘的多功能循返艇 尤其是在花莲县这么绵长的海域里面 真的要尤其还有另外观光油气开放海域 对于我们海域的自救救援的能量 以及这个提升查气的能量 我想在这里这艘新舰艇会让我们更加更加的便利 也会防护到也会让我们的弟兄伙伴 能够用以最速最安全以及最快的速度 来完成他的工作责任以及使命 3590巡防艇最高航速可达45节 缺航力达600里 船体部分采用铝合金材质 并强化船船防撞功能 消防灭火功能水炮最大射程超过60公尺 赫华杰指出 舰队分属推动筹舰海巡舰艇发展计划 期盼未来全面提升守护花莲海域治安 渔民安全以及救灾救难能量 接着长方夜华联士报导